大家好,今天是9月24日 星期日,肥坤位置在杜德行 杜德行很多人都認得 浩江酒店,街口是旗關車站 以前的旗關車站 現在人去流空,丟空在這裏 當年附近很多賣回鄉手信 當年有旗關車,又有14號碼頭 去江門,廣州選 附近都很旺 今天我們逛街 走回到清平直街網網 這個月份 最近,又接近國慶 又是中秋 在這裏吹吹水 當年肥坤十多歲的時候 懂事,懂事 懂事 周不時這種環境 就會出來看牌樓 或者是月餅的燈飾 我記得以前 國慶前後 很多排流 排流 國慶排流 亦都是打風的季節 有一年 一打風 來到 狀岩 搭好的排流 亦都吹散了 很快吹後搭回好 在 六十年代 即是一九六六 一二三事件 之前 之前 十月份 很不平常 很不平常 即是 你說他 慶高采烈 慶祝國慶又可以 很不尋常的熱鬧氣氛又可以 有十月一號 又有十月五號 蒲國革命日 到了十月十號 又有辛亥革命 很多朋友都聽過 武昌起義 革命成功 十月十號 還有十月尾 蔣介石生日 十月三十一號 這個月很不尋常 我們小孩子期間 掛了燈 一掛就掛幾天 最先就是十一國慶 好似掛幾天 穿完燈 跟著又拆光 又到 雙十 辛亥革命 總之 就好似 過眼雲煙 打人 叫小孩子 出來看東西就好 不要亂說話 中秋月餅有得吃 看 排流就好 不要亂說話 當時肥坤也不知道什麼事 原來 那個年代 真的很複雜 1949年 新中國成立 國民黨有很多 人員 來了澳門 勢力都很大 小孩子 不知道什麼事 總之大人說 就不要出那麼多聲 不要說那麼多 有得吃你就吃 有得看你就看 現在就知道什麼事了 在1966年12月3日之後 有條件 國民黨那些 不見了 走了 走了 跟著 然後 排流都沒有了 全部都沒有了 很清靜 但是 國慶 十月一號 都延續有的 去到七十年代 初 很多 然後 跟著 就 沒有了 散光了 另外一種形式 慶祝了 當年的經歷 就 好像一會兒 一會兒 眨眼那樣 只知道 當年 一段時間 阿滿五星期 隔幾天 又 掛 青天白日 滿地雄記 不知什麼事 又有 馬路 著燈 好熱鬧 到時候 到後 又燒炮獎 燒炮獎 也不知什麼事 我的童年 就是這樣過 不知大家有沒有 留意到 還記得 在斯達口 還有一間 大廈的 以前說 人家說是 國民黨特務機構 扔空了很多年 就是 五陽 酒店 旁邊 野蠻街街口 不懂 不知什麼事 因為 那時候 不問世事 為求兩餐 搵食 那時候搵事 做得很加難的 多年代 大人不斷說 日肥軍不斷聽 今時今日 都幾懷念那些排流 我記得 有一個排流 好搶眼 就在新馬路噴水池 那個位置 就是天安門 天安門 因為天安門 那時候 年代 很多人都 去不到 去都很辛苦 也沒有那麼多錢 水腳去 見到天安門 都幾乎 比較深 當年 好像每個街口 都有一座排流 尤其是新馬路 和 十號碼頭附近 都有幾座 在這裏吹吹水 今天來到大街 禮拜日 這個時間是 接近點半鐘 吃飯時間 今天有幾多朋友 也有很多朋友 走了 昨天來 今天走了 晚一點 都怕多人 所以那些車站 都逼滿人 尤其是回香港那些 有些橫街 真的很安靜 和埋一邊 新馬路區 就叫做好了很多 早幾個月前 肥坤行新馬路 都說 新馬路上一段很靜 就是國際 酒店走下去 那段 人都沒有過 很多店鋪都關門 現在不同了 周圍都是人 也很多店鋪都陸續開門做生意 有些公共有些公司 每一間店鋪都在於 廢業裡 都在賣 希望那些店鋪都不會很貴 不要被人嚇死 那些人 有些人又不投資 不開店鋪 市道會稍微好些 又要加租 嚇怕的商家 我們出到新馬路,新中央仍然有綠色布遮塞 拆了一半棚,還有一半還未拆 我們走過來營地大街 我想本澳居民佔的比例真的很少 大部分都是遊客 澳門居民應該全部出國內 北上,北上消費 市面見到像肥群那隻 不遠周圍去,就有家附近走來走去那些 年輕的人全部都北上 起碼吃東西,玩的比澳門便宜很多 來到這些區域吃飯 會選擇,幸好不會選擇 一個飯七八十元,加上一杯飲食過百 這樣的消費,澳門人怎麼消費得起呢? 這裏的店舖全部都開了,竟然賺到有納美賣了 這裏的店舖,在橫街裏面開了很多新的店舖 餐飲,那些店舖都要縮到橫街窄巷裏面開店 你可想知道外面的店舖多貴 今天,在營地大街行車多人多 大部分都是旅客,自由行 這一帶都是景點,又鄰近噴水池 走入小小在大三巴,關前街 周圍都是景點,打卡的地方 所以澳門人的衣區消費真的很少 這些店舖做生意,對象都不是澳門人 看到遠海餅店,今年的月餅不是很滯銷嗎? 這麼多月餅在這裏 有人光顧 老字號 走過兩間金馬輪,排隊 又是打卡點 看看招牌 澳門豬扒包 幾千個 35元 一個豬扒包 我們向米造街 這裏是米造街 出回去玫瑰堂 我們逛逛 玫瑰堂 看看今天中午多不多人 吃飯時間 吃飯時間 應該是少一點 有這麼曬 這邊的店鋪已經裝了水田 準備開了 希望快點開 那些應該是政府 接本了 應該不會太貴 我們繼續向 板掌堂走出去噴水池 大三巴就不上了 又曬又熱又多人 肥坤都要走到陰的地方 現在的朋友喜歡去教堂拍照 打卡 中國廟沒有人到的了 燒香得少 現在的教堂一開門 就有朋友進去拍照 打卡 是否很新鮮呢 教堂 是否很新鮮呢 今天是很曬的 靜 每天都好天 天天 晚上黑了燈 應該是靚一點 但是都是沒有什麼 變 千篇一律 每年都是這樣的 看了很多年都是這樣的樣子 遊客以為是很新鮮 本地人是見關見熟 當年說起的牌樓就是在這個 位置 天安門牌樓 好搶眼的 成為了回憶 今天是出來逛八下 吹水 律子檔都不見了 可能真的畢業了 退休了 沒有開幾個月了 已經沒有開幾個月了 已經沒有開幾個月了 這些手信鋪真的火熱了 每間都爆發 周圍都買手信 排隊給錢 排隊買東西 我們下一集再見 我們下一集再見